大家好 那一样临虚假期结束 我们来个舒缓 简单舒缓 不愁人 不愁人 舒缓几两招 那一样是下背的不舒适 所以说下背有点酸 那我们可以先用两招来舒缓一下 那第一个是扭转 所以请坐 先坐 这样是 所以脚肘 脚肘往前推 把脊椎坐直往上 然后 大腿是很好 像脚一根舒 先把右脚屈膝 脚跟尽量放进身体 然后有一点点距离 跟另外一个大腿 右手往后 撑直 撑住你的身体 直立的脊椎一节一节上下之后 一节一节上下之后 一节一节上下之后 来到右脚的心肝 往上拉出脊椎吸气 同气的时候 向后扭转 尽量放松 眼睛看下后方 每一次吸气 都把脊椎一节一节 创造更多空间 然后向后扭转 停留三到五个呼吸 稍微吸气 慢慢走正 然后换脚换边 左脚 一样有一点距离 脚跟尽量放进身体 右手承住你的身体 左手承住你的身体 右手向上 拉至脊椎一节一节往上 然后拉开肩膀放松 吐气 手肘到膝盖 往后扭转 吸气的时候收上 吐气向后扭转 一样停留三到五个呼吸 吸气向上 吐气向后 另外一个吸气 往后扭转 好 然后稍微向上 前往臭板 把脚屈膝 往上推之后 再一个屈膝 打开 把你的手放在脚外侧 像一个happy baby 左右 左右 自己按摩你的肩膝跟下背 鼻子流 脚脚顾后 尽量靠近身体 在这里停留 三到五个呼吸 呼吸 呼吸氣 慢慢吐氣 我們的不愁人就完成囉 記得好好練習 舒緩簡單不愁人到這邊 謝謝大家